现在的人都希望可以吃到便宜又美味的美食 在台东有一位张姓业者 他卖的大肠包小肠就很受欢迎 平常都在夜市摆摊 偶尔也会到活动的现场 这位老板的摊子总是很热闹 重点就是除了大肠香肠好吃之外 老板所附赠的配菜实在是很热情 我的配菜是 当你吃的比较不会那么油腻 那那个配菜的部分你要不要讲一下 就是客人好像都可以自己 因为我的配菜都是让客人自己讲 因为我帮你讲你不一定喜欢吃 那比如说有哪些 如果比较特别的就是黄瓜 泡菜 洋葱 香片 蒜头 所以有五种就对了 对 五种 有时候是看菜价 因为我的菜是让人家吃免费的 所以什么吃都没有关系 比较浪费票好了 有生姜 小黄瓜 洋葱 还有大蒜 以及自制的泡菜 好吃 好吃喔 吃起来那香肠的口感怎么样 一只香肠 不会太腻 然后感觉不会像一般香肠那样 就是很难嚼 很有嚼 也很好吃 很好吃 就是不会像做米的那个皮 一般的香肠会感觉很难咬开 可是这个不会 很好吃 很好吃 因为配料清淡也增添口感 让消费者一口接着一口 不过老板还是贴心的说 虽然是让客人自己夹 还是要提醒想吃多少就夹多少 如果我贪心夹了很多 没有吃完 还真的挺浪费的 下次不妨去夜市找寻这一摊超级豪迈的店家 来品尝看看咯 东西文部 方安林郑慧如的综合报导